外网社交媒体今天开始有传说 俄军刚刚在马里乌波尔抓获了 北约盟军陆军司令部司令罗杰L克劳杰中将 但是消息还没有被权威媒体证实 很多人分析 在马里乌波尔城内一定有大鱼 所以亚素营等乌军部队才会拼命抵抗 而且大鱼一定是北约高级军事官员 否则无法解释 乌军为什么在马里乌波尔这么拼命完抗 而且乌军多次派直升机 冒险去马里乌波尔接应 也说明在城内有北约高级成员在内的大鱼 也同时有说法 俄军几枚导弹就可以摧毁亚素钢铁厂 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摧毁 就是要活捉大鱼 也有说法在亚素钢铁厂内有来自 法国 英国 德国等等北约高级官员 那么到底有没有大鱼 大鱼是谁 乌军是为了保护大鱼拼命抵抗吗 首先是 北约陆军司令会不会去乌克兰最前线督战 马里乌波尔那可是前线当中的前线 不要说北约陆军司令去坐镇督战 就是乌克兰陆军司令都不在马里乌波尔 乌军战区司令都不在马里乌波尔 而且一个北约陆军司令到马里乌波尔也没用 没用一整套参谋部 通信部门和情报部门 那就是一个光感司令 而且俄军用了20多天 才真正合为马里乌波尔 如果真有大鱼早就跑了 难道还会留下来大相战吗 现代战争不是摇着雨扇 一会一个注意 这里埋伏500刀副手 哪里埋伏500弓箭手 一生号令而出的时代 一个战区及司令要想发挥作用 要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一个非常庞大的情报 指挥 参谋 通信 信息和后勤部门支持 不是将军带着几个助手 坐在哪里就可以记上心头 如此这般这般形势就可以打仗的时代 北约有军事情报人员在基辅 在马里乌波尔协助乌克兰 那是肯定有的 但是 北约陆军总司令 跑到乌克兰第十大城市 最前线指挥一半乌军战斗 这种事情 信这个的人大概也会相信 我是非洲球场的王子 有1000亿美元冻结在瑞士银行 需要你给我打一半块手续费解锋 然后我报答你110吧 北约陆军司令的级别 比乌军总司令还要高 而且 乌军的敦巴斯联合战役集群 只是一个战役军团 马里乌波尔方面 甚至只能算是几个旅组成的 一个高级战术兵团 怎么可能让北约陆军司令 降低几个级别 过去亲自指挥 乌军直升机多次冒险进入马里乌波尔 背负乌军已经说了实情 主要任务就是 未备为乌军运输反坦克弹药 以及接触在战斗当中 负伤的乌军军官 有北约将军大于 在包围圈里这种说法 实际上是一些人无法解释 为什么打了一个多月 还没有拿下马里乌波尔 因为乌军在拼命保护 北约高级官员 可以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 实际上 俄军在马里乌波尔打得不差 马里乌波尔是一座要塞型城市 而且乌军守军超过一万人 同时绝大部分都是死硬分子 比如乌军第56机械化旅的 三个营开战的时候 在城外 本来可以一路撤离 但是反而主动进城 参加马里乌波尔坚守战 可以说在马里乌波尔的 乌军亚素营 海军陆战队第36旅 和第56机械化旅所属部队 都是死硬派分子 回主组成 俄军和乌冬 武装邻军 要想在复杂的要塞型城市 消灭这些人 肯定要经过艰苦的战斗